冬日中我们分享一份温情 最近有一首名叫 《小夫妻大战白血病》的原创歌曲 因为记录了一对小夫妻 永多病魔的历程 感动了很多人 来 我们认识一下 这对为爱勇敢的小夫妻 网友橙子和馒头是一对小夫妻 结婚后 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 忙碌工作 2011年 他们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夫妻约定等有了空闲 一家三口组团去旅游 可是一切美好的计划 还都没来得及实施 妻子橙子就病倒了 急经周折后 她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前妻 得知噩耗的馒头蒙了 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经常会有一些思想上的挣扎 因为太长的时间 见不到那种希望 所以有的时候偶尔也会 有那种绝望的感觉 高烧不断的橙子住进了医院 丈夫馒头每天陪伴在她身边 不离不弃 此时的橙子正忍受着病痛的煎熬 但她心里明白 坚持下去是对馒头最好的安慰 把戒指都戴上 她也说你不许离开我 戒指都给你套上了 她说把你拴住了 你不许离开我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持续高烧八个月 辗转五家医院治疗后 终于橙子病情好转出院了 一年的抗病历程 心酸中带着微笑 为了鼓励妻子和其他的病友 馒头写下了这首 《小夫妻大战白血病》的原创歌曲 现在夫妻俩一起看电影 一起做面包 还计划着补牌婚纱照 面对未来的生活 橙子说 虽然身上的病魔尚未完全被打败 但是有最爱的人相伴 她有勇气战胜一切困难 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困难 不算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 能好好地活着在一起 就是非常大的幸福 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分离 我们像一直这样在一起 我们在努力 让你别的那一天 远去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